一名闯红灯遭到警方拦下的男子居然异响天开 谎报弟弟的身份以为就能蒙骗过关 殊不知当场被惊艳老道的园警给试破 还查出这名男子遭到台中级桥头地检署通气 另外还在他身上找到毒品吸食器 这下罪上加罪 插翅也难非 不顾前方红灯号制蓝色衣服骑士 就这样大啦啦的闯了过去 当场遭警方拦下 明明车子就是自己的男子硬说是弟弟的 果然另有隐情 这名68年次的陈姓男子晚间8点多 在正义路与水源物口遭警方拦查 在问到身份的时候 居然冒用弟弟的身份 企图想掩盖自己通气罪行 在加强力道给他盘查 才发现说那个资料是根本就是他弟弟的 他的那个照片是跟当事人是不符的 所以后来是承认他是有台中地检署给他发布的毒品通缉 跟桥头地院有一件赌博的通缉在案 原来陈姓犯贤招到台中及桥头地检署通缉 有案在身之前也曾经假冒弟弟身份蒙骗过关 没想到这次在在高雄警方手里 而且原警还在他身上搜出安菲他命吸食器 所以说是刚开始是几乎是记不起来 后来同事给他认真盘查 他才露出马脚 是他也是觉得他蛮倒霉 之前都可以过关 今天碰到我们同事认真 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逃出警方的盘查 或许是太过紧张 企图用弟弟身份证字号谎报身份 却知之无误说不太出来 遇上老经验原警当场被试破 这下罪上加罪全安医毒品赌博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港督新闻李嘉隆罗绍军采访报道